在任何理财班上 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可当学生回不了家时 更是别具含义了 我需要为储蓄 退休和401K退休计划做规划 一个名为希望的力量的组织 每天都在田纳西州一所中等警戒度的女子金玉教授课程 教师们帮助学员了解就业和养家知识 并在其间融入一点宗教讯息 多林欧文斯说 通过希望的力量 她体会到了监狱的意义 我进监狱是神的旨意 我之前从来也想不到我会祈祷并感谢神让我进监狱 可我真这么做了 如今我准备好了 不会停下来 1980年代 共和党人发起禁毒运动 导致量刑加重 监狱爆满 如今美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入狱率 两党都抱怨说 让这么多人入狱 增加了经济成本 破坏了家庭亲和 因此两党都呼吁改革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 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崩溃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参议员说 我们一致认为 必须对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做出合理的改革 田纳西州谢尔比郡郡长马克·勒特雷尔是共和党人 却是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上的座上宾 他受到邀请 是因为防止囚犯二进攻的努力 做法包括为精神健康和毒品案件设立特别法庭 以及未有前科的人看舍生活班 教育是个总体性的问题 不妨看看我们今天的监狱人口 基本上平均教育程度不到八年级 在全美范围 每五名囚犯中 有三名在三年内会重新入狱 在此间的谢尔比郡 还没有全面研究能够显示他们的项目减少了再犯率 总统参选人们并没有把刑事司法改革 视为头等竞选议题 不过在州级以上做出改变的努力 正在取得势头 在他们中的一人当选总统后 这项议题有可能得到更多重视 美国之音普雷苏蒂 田纳西州 孟菲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